哈囉大家好,我是文文宅 今天我想要過來介紹一下這個很久沒有讓大家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好像一直沒有解釋到這個東西 就是最近這個兩年左右,就是一年半來 蘋果已經出了它自己的這個ARM架構的處理器 那它的這個M1,M1 Pro,M1 Max,還有M1 Ultra 在它的這些新的電腦上面呢,就是性能都很卓越 然後其實很多人呢,都是在看說它的這個影片輸出 就是Export的這個功能 其實我覺得這一個比較是不太公平的 因為它對Intel來說,它不是在比較說CPU的功效如何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硬體的加速器 就是中文應該叫做硬體加速器吧我想 那英文其實是叫做Hardware Accelerator 那它這裡面已經有Built-in Built-in的什麼呢?Built-in的這個H.264 265 還有這個ProRest 這個 這個 Transcoder 就是說 Encoder跟Decoder它同時都具備了 那Encoder就是用來做這個輸出的時候 它是一個 Hardware Accelerator 就是直接從Media Engine上面出來 不需要經過這個CPU的 那 這個東西是 是這樣子 這樣子看待它的 如果你去拿這個 2020以後 2021啦 2022的這個MacBook Pro啊 或者是什麼 iMac啦 或者是 Mac Studio Mac Mini這些電腦 你去跟一個舊一點的電腦 比方說2018、2019年的這個 Intel Based 就是X86架構的這個處理器 的這個電腦去比較呢 就是一模一樣的這個影片 然後去做一個Export的這個動作 你會發現呢 蘋果電腦比較快 但是這樣子的比較是不公平的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 因為 我這邊是Wiki Wiki上面這個T2 T2的這個晶片呢 是在2017年的時候 開始放到第一個 iMac Pro裡面的 然後它的這個晶片呢 其實在2018、19、20裡面呢 就是在幾乎所有的Intel版的這個 這個電腦裡面 這個蘋果的電腦裡面啊 你可以看到這邊啊 這邊 2018以後就是一系列的東西 通通都有涵蓋這個晶片 可是你在輸出影片的時候 你在做這個H.264的這個Export的時候呢 這個Encoder是Based on這個2016年的這個iPhone7 就是A10的這個晶片 現在叫做T2在這個裡面呢 來做這個Media Engine的這個Export 所以你不是在Compare說 蘋果的這個M1處理器 Versus這個Intel的X86的i5、i7、i9還是Zeon的這個處理器 他們其實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通通都是在用一個蘋果自己的Media Engine 這個Hardware Accelerator在做 所以如果你明白的話呢 就是說 你去看這個Review的時候 或看評測的時候 不要背賞這個理由去買新的這個 這個Arm架構的這個處理器 買這個Arm架構的處理器 應該是什麼樣的狀態下面去買呢 就是首先呢 你要不然就是非常清楚知道你的軟體 通通都在Arm下面會非常的support 而且非常穩定 要不然就是你用的東西就是很單純的 就是文書處理啦 Email啦 還是瀏覽網頁啦 這些事情你不是用很多的 不然你一定應該要知道 你的軟體到底是不是支援這個Arm架構的 然後如果是不支援的話 要看一下Rosetta 就是它的這個軟體的converter 在這個上面performance啊 或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適合你自己這樣子用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呢 就是說你的電腦是真的需要換 不要因為這台電腦 現在外面大家都講說它好棒棒 然後你就換 應該是你真的需要換才要去做的 然後最後一點呢 我覺得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如果呢今天這個電腦啊 它 它是 可以幫你工作的時候省到時間 那你的工作是需要靠它 你可以省到時間的話 那你就是應該 不要捨得 不要不捨得花錢了 就是 像我知道一些YouTuber 比方說他們要去export一個 4K ProRes的影片出來 那買一個高規格的電腦呢 它每一次做這個事情 在做export的時候呢 它可能省了掉 比方說 45分鐘兩個小時 那它每一天來做一個影片 或是每三天做個影片的話 它一個禮拜就可以省掉 比方說 5個 8個 10個小時的話 那它去買 買這個 最好的 the latest and greatest 就是非常make sense的 因為 完全做這件事情會 省掉它的時間 它的時間就是錢 那就非常make sense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是 依我看 我覺得多數 80% 85%的使用者 我覺得桌上電腦 就建議買一台Mac mini 16GB的RAM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筆電的話 就是Laptop 我其實很想建議就是買一個 MacBook Air就可以了 因為 MacBook Air裡面沒有風扇 超級安靜的 那如果覺得MacBook Air很不夠的話 你一定要往上去跳到下一集 我覺得大概就是 MacBook Pro的14吋吧 那大概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最適合 那如果說你 你就是不喜歡 有自己的螢幕啊 或者是自己的鍵盤 滑鼠這些 你喜歡什麼都漂漂亮亮的 那你就只可以買iMac這樣子 那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掰掰